各位朋友,今天终于有点时间了,讲讲我这本书。 这本书在去年年底就出了,而且一共出过两次。 第一次是前年的年底第一版,然后去年年底再出了第二版, 总共是三千本,第一版是一千本,第二版是两千本。 我都是采取赠送的形式,全部是送给人看的。 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反共的,很刺激的。 所以这本书有些人可能都不敢看, 有些人看了之后也不敢出声说话。 甚至呢,带着一本书呢,如果回到中共呢, 就分分钟被抓去坐牢的。 这个是禁书的,很反共,因为主要是很反共。 那我现在呢,还有千多本书呢,准备。 明年,即是明年这个春节的时候呢, 我们在雕修威省帕拉玛达市那里做农历新年的时候呢, 我就会送出这千几本书,继续。 在那天,我们武隆武士在那里做表演的时候呢, 顺便呢,我就送出这本书了。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你就记住, 是明年的农历新年,那天你看着那些新闻, 注意着那些报纸,那些新闻呢, 是几时几月几日几点钟, 在帕拉玛达那个Town Hall前面那个Mall那里做这个Lunna New Year, 即是农历新年的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派这本书了, 希望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我是免费的,派出的。 那这本书呢,为什么我说它很反共呢? 大家看看书面呢,就不觉得什么的, 这个书面呢,这个书底呢,你就会看到了, 这里的字都写着了, 是吧,你就会看到了。 里面,你看看啊, 它里面是说什么呢? 它是一个平民家庭被中共政治迫害和经济略夺的血泪史, 中国历史上最邪恶最残酷的近代史缩影, 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最残酷的近代史缩影, 是说一个平民家庭,被中共政治迫害和经济略夺的血泪史。 这个是太极世家何威延的回忆录, 是我的回忆录,是真人真事技术。 这本书里面呢,一开始呢,我就说, 这个是我去年加上去的,大家看看。 这个是什么呢? 是支持国民币爆料,揭露共产党罪恶, 是我的提字,加上去的提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郭文贵呢? 他是爆料,他是爆最近这二三十年中共的那些黑暗史, 而我这本书爆的是三十年前, 即是1980年。 一九零年开始,那三十年至八十年代的三十年里面的黑暗史, 即是说郭文贵爆的是近三十年的黑暗史, 我是爆以前那三十年的黑暗史, 所以我是赞成郭文贵这个爆料, 我也是爆料,只不过我教的是旧料, 他爆的是新料。 至于郭文贵这个人,他用什么手段, 那些是另一回事, 他有他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 但是同样都是一个反共。 所以我下面的呢,就有一篇文章了, 这篇文章叫做《声讨中共罪行》, 你看清楚这几个字, 我大概简单就讲讲, 这就是我的前言,这本书的前言。 我怎样讲呢? 我说,我现在由我们家被中共政治迫害和掠夺财产的悲惨家事讲起, 来控诉中共的残酷罪行。 190年中共是利用华侨的爱国心态, 呼吁他们回国建设新中国。 我父亲是怀着满康爱国热情, 从香港回到广州, 并带回了在港的全部资产, 投入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不料,在1956年中共用公司合营的名义, 侵吞和略夺了我父母的全部资产。 1958年中共又搞了个人民公社共产服, 用所谓的拼店政策呢, 就将我们家楼下的店面和店后面的仓库抢出去, 即是等于抢了我们一间屋的超过一半的地方。 我们那间屋是楼下店面, 二楼是住家, 它楼下被它占了, 那些生意全部搬走, 那些货物等等。 1966年中共又搞文化大革命, 还抄家, 批斗, 害死了我父亲, 就是害死了我父亲。 父亲当时的职业是教太极权的师傅, 和传统的中医一, 1967年中共又强逼我上山下向, 当时我是继承父业, 用教太责钱来供养我全家的。 在走投无路之下呢, 我就被逼偷渡去了香港。 因此中共就逼他我的母亲, 将他长期的关系学习班, 要他改造思想, 不准回家。 而我的弟妹呢, 就被逼住在那些朋友, 亲戚和我的徒弟那里。 到1969年, 我在香港无法自己安心地工作, 所以我就自己买了一只机船, 就由香港回到广州, 就准备呢, 带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妹呢, 去香港, 是用偷渡的方式, 晚上开了机船回来, 结果呢, 我失败了。 1970年, 这个一打三犯的时候呢, 就将我判了二十年, 同意, 而我老母呢, 也都判了十年, 她是属于监外执行。 在这个期间, 我曾经被中共那些公安, 多次这样容许逼谷, 他们以为我是台湾派来的德务, 说我回去中国是要搞德务, 做间谍, 在审渡的时候呢, 就叫那些兵, 拿冲空枪那些, 那些守监房那些兵, 守门口那些兵, 连枪托打我, 扣着我两只手, 还要锁着我的身, 放在地上, 坐在那里, 不准动, 不准动, 不是不准动, 是没得动, 根本没得动, 那就是用冲空枪来打我, 打头打肩头打背脊, 那我为了保护头呢, 保护头呢, 就带起两只手呢, 就打到我两只手和肩头都伤了, 那最后一次呢, 打了四次, 最后一次, 他们认为我, 是没有说假话, 但是他们为了要立功, 要破一个大案, 所以他们想屈打成招, 给张纸, 要我签约, 要我扔手指摸, 即是说, 承认我是土耳豆腐, 这个意思, 那我都没有签约, 不肯不肯, 结果就打到我弘了, 拖我回监仓, 在监仓里面呢, 幸好我是单人监仓, 单人监仓呢, 就没有人骚扰的, 那我就自己呢, 就在那儿, 练起功, 练探劫, 在那儿, 捱过那些痛, 那几个月之后呢, 我的伤就慢慢好了, 但是不是好啊, 只不过是吐好了, 那到1970年3月份, 一打三反呢, 就拉我出来, 判20年徒刑, 那个罪名叫做, 叛国投敌, 反革命偷盗集脱, 所以我在这件事呢, 到今时今日呢, 我非常之不满, 可以说得, 我要说粗口, 我的家庭是这样的情况, 我是从香港回来中国, 老爸被害死, 而我想走回来香港, 带回我老母子回香港, 结果呢, 就说我是叛国投敌, 反革命偷盗集脱, 唷, 南亚共产党混沟帐, 所以我这儿是没写的, 但是我加了几句, 我可以说, 任何共产党有人, 包括习的命, 他们不敢面对我, 辩论这件事, 噩擦够, 去到全世界都说不通, 好了, 我判我勞改的时候呢, 刚刚剪伤才好回来, 不是医好的, 是勇好的, 是我自己捱过去的, 结果呢, 在勞改的时候呢, 总之风吹日晒, 上去山做事呢, 寒风杂杀, 搞得我整身都疯疲, 疯疲痛, 到了我1980年, 翻出平反, 所谓平反啦, 1970年打到四人帮, 我老母就平反了啦, 翻出来啦, 自由身啦, 但是呢, 他跟我搞了五年, 到处去, 北京都去过啦, 毫无效果, 搞了五年, 后来才放我, 1980年已经, 放我出来, 他叫你平反我, 我已经坐了十年牢了, 啊, 那时已经变了, 是吧, 全身骨痛, 啊, 瘦猛猛, 白白头, 好像他叫老坑那样, 啊, 啊, 变了呢, 风湿啦, 又胃痛啦, 啊, 啊, 幸好呢, 我出了牢之后呢, 啊, 因为我是连气功连太极的嘛, 所以我就, 啊, 叫他打太极, 连气功, 那几个月之后呢, 慢慢将个人呢, 就恢复回个健康, 就是恢复回个营出来啦, 是不是, 不然好像摆公那样, 三五岁人啊, 年轻力壮的时候啊, 好像摆公那样啊, 所以我就, 一刻去练太极, 几个月之后, 将我身体调好。 那到年尾呢, 1980年尾呢, 我又走回香港, 啊, 我还带我妹妹一起, 独卓, 偷渡, 走回香港, 然后我妹妹呢, 跟着又偷渡, 去澳洲, 那我自己就留在香港, 留在香港, 啊, 那这些旧事呢, 本来我就忘记他的, 啊, 几十年啦, 我来到澳洲之后呢, 成七十岁了, 成四十年, 我就不理不理他的了, 但是最近呢, 因为,啊, 啊, 那些旧伤发作, 风湿痛, 啊,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啊, 啊, 睡不着, 啊, 就想起这些旧阵史那些, 那些冤枉事, 所以我就, 很生气很生气, 坦白说, 我想骂人, 我想杀人, 一句话, 啊, 啊, 本来我就,啊, 很前心的, 很多人都说我, 黄师傅很好人的, 我免费, 教人打太极, 免费医人我都低的, 我识铁打, 识忠意, 我给别人, 我都肯的, 但是想起这些旧事呢, 共产党真的, 不杀不足以平民奋, 不杀不足以平民奋, 共产党很喜欢讲那句话的, 我现在用回来对他们讲, 是吧, 所以很难以平息我这个愤怒的, 好了, 大家都知道啦, 我最近这二十几年, 就在雪梨那里, 教太极, 社区服务, 啊, 去老人院, 教老人做运动, 是吧, 我曾经两次, 在街头, 帮人捉贼佬, 啊, 即是那些贼佬抢了, 那些女人的手拿袋呢, 啊, 跑, 我追上去, 捉他回来, 是吧, 是吧, 那这些事呢, 不是说我好厉害, 而是说我看不过眼, 你不要欺负女人, 不断在街上当街抢东西, 我够的, 你有本事, 你打叫问何, 是吧, 欺负女人, 不骗, 即是那些年轻人, 是吧, 另外我教那些年轻的小孩, 无事啦, 打功夫啦, 无事无聋啦, 就教老人做健康运动啦, 等等, 是吧, 那这个是, 我要有这样的精神, 有这样的精力去做才行的喔, 这些事, 是吧, 但是现在, 我这风湿病, 就现在发作了, 搞到我呢, 都没法子再做这些事, 做不到, 是吧, 做不到, 那去看西医, 那些医生呢, 那些专科医生呢, 就告诉我听, 他说你不能够再做这些事的啦, 你要停止做些强力的动作, 即是等于教功夫啦, 啊, 练功夫啦, 他不能够再做的啦, 他否则来说呢, 你右手呢, 会永远残废, 因为你那条韩打已经断了的啦, 已经断了韩带啦, 你再这样, 自己这样坚持强力的运动下去呢, 可能一日断了之后, 又永远都抬不起手啦, 即抬不起手, 他说没得医的啦, 因为你几十年的伤口已经收缩啦, 接不回的, 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医学界科学上呢, 都没法子找到那样东西, 你能够代砌你的根, 搏翻墙你的根, 那, 这件事不可能的, 现在的科学做不到, 所以唯独是你自己, 减少你那个重力的劳动, 让他, 等他呢, 不会彻底弄断了, 因为他已经断了九成几啦, 他说, 就OK啦, 我没办法, 我只能够放弃了我的义工和教工夫, 布隆布斯这个工作我就放弃了, 所以, 这些事啊, 这些这样的历史造成的, 这些这样的, 遗留下来的, 这些叫做什么, 后果啊, 是中共是共产党造成的, 它是迫害到我们全家, 迫害到我们是造成的, 是吧? 所以呢, 我这些叫做控告书呢, 就是这样讲啦, 我就说, 我提出我的事, 讲了我的历史, 然后向全世界公布, 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人, 就好像我一样这样, 有这样的历史的, 有被共产党迫害的, 这样的后代, 第二代, 子孙的人, 大家一起, 要联合起来, 要联合起来, 一定要将它, 即是你家庭的历史, 你家庭的事, 写出来, 写出来呢, 就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控诉共产党的了喔, 你明不明, 你将你的遭遇, 写出来, 就变成了一个控诉书, 在世界上控诉这个中国共产党, 然后我们就可以向中共提出索败, 要个赔偿, 所以这件事呢, 就刚刚碰到现时的, 中共肺炎, 武汉肺炎造成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受到损害, 人命又死了, 几十万人死了, 是吧? 损失很大, 所以很多国家就要向中共索杀, 作为我们这些人呢, 被受害者这些人呢, 几十年前受害这些人呢, 我们一样有权向中共提出索败, 所以什么时间都无所谓, 迟早我们慢慢做, 我们应该团记上, 这一本书呢, 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即是怎样怎样怎样, 经历在勞改的时候怎样啊, 以前文化大革命怎样啊, 交体是怎样啊, 甚至我做中医啊, 推拿啊, 还有我的徒弟啊, 是怎样学了之后呢, 身体好啊等等, 都有, 我们这个一切的东西呢, 总共总之我有二十多年的很多, 我都写在这里, 所以希望大家呢, 到时呢, 你到今年, 即是说明年头的农历新年呢, Lunna那天呢, Paramata那个活动, 在Paramata的摩那里, 前面你去拿啦, 我还有千几本你的书, 是不愉快的, 欢迎你来, OK啦,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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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